我們掌聲歡迎今年的隊長顧陳江和 陳江和今年將是他最後一年擔任這個球員的工作 所以今年這個隊長對我們大家來講都更具有意義 其實我這兩年就有在考慮要贏退 那可是就覺得還有年輕的要帶 那因為裡面資深的野手就剩了佳哥嘛 剩為我資深 跟昂姑其實在業餘的時候我們就一起相處 在中華隊 然後我印象很深我記得第一次看到他的時候 我還叫他神敗昂姑神敗 結果隔沒多久就昂姑耶 其實我們兩家就是有幾家都一起出去聚餐 其實很常去聚餐 所以其實各自彼此都已經非常了解各自的習性了 甚至之前回南部的時候過年也是有時候 就有時候我媽還跟著我去他們家 我們就是會互相 其實大家已經像是家人一樣了 我們是同個時代的選手 從國小到現在都是一起打球 但是只有在中心胸肌才是當國隊 其他都是對手 手臂上的時候其實他會 因為他二壘我一壘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會為了一些手臂上的一個看是誰的球 然後或者在那邊吵架 那裁判就吵到聽到 也會聽到在那邊笑 感情是這樣培養起來 在底下打鬧在球場上 有時候手套合起來也會互相打鬧這樣 連雷神都會覺得我們好像兩個人在球場上沒有壓力 其實我們壓力很大 只是用這樣的方式去抒發我們自己的壓力這樣 那一年讓我覺得很有榮幸 我覺得很開心 那一年的內野就是我們全部包辦下金手套 因為那時候我們現任的秘書長 聯盟秘書長老邦教練 那時候他的那個訓練量是地獄士班的接球法 然後那時候我還沒來之前 他跟昂姑跟聖偉兩個是一個人要接很多 但是自從我加入之後他們兩個輕鬆不少 所以他們應該是非常懷念我那時候加入是因為這樣子 對啊 所以你說懷念的比賽 沒有懷念的比賽 因為只懷念練習的時候非常的累 他們都以為我在開玩笑 因為他們說我是放養的小孩 我說認真的時候他們不相信 我騙他們的時候他們不相信 但是他騙得了別人他騙不了我 一次兩次之後我基本上就不會再理他了 不過就有一個很像神經病一樣都會信他的聖偉 聖偉都會在那邊這樣 我說你不要跟我開玩笑 他說真的啦 因為他很常跟我開玩笑 然後他就會說 我講真的你都當作我開玩笑 我跟昂姑也算也是很好的朋友 但也是蠻不捨的 其實我打到這個年紀以後很多球員都比我早開 所以 聽到他這樣的一個消息 其實真的今天他才 他有才告訴我 那我覺得做好規劃 然後掌戰另外一個舞台 然後為球隊貢獻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式這樣 那我覺得他在我們球隊的防守這個部分 是無可取代的 就我自己就是球員退下來的時候 在一軍跟就是隊長的身份 然後就是跟年輕人一起這樣子走 跟球隊一起走 順便也是一個實習吧 對 然後這也是我想要往這方面 既然要當教練就是當最好的 這兩年在擔任一軍的首輩教練的時候 內野首輩教練的時候 其實安顧在這方面他協助我非常多 就是在場上的一些當下的一些狀況 還有在訓練的時候 有的時候在當下我可能沒有注意到的細節 他的部分他就會比較去注重 會去幫我去提醒選手 那這一點的部分其實在對選手來說 其實就是都是正面的 所以他退下來之後 其實至少是大部分的選手能夠受惠 所以我覺得替選手感到開心的 對啊 唯一要擔心的就是他的荷包還要少一點這樣子 哈哈哈哈哈哈 山峰泡 哇 陳江河在六局下方 阿伯 上演了精采的首輩 轉身船 哇 哇 陳江河這個球 陳江河這個首輩 我們個人給他留歌情吧 跟著輩子 索做電話 有請問 成功